右轉 就像Google地圖一樣 明明一看那邊就有一條路 可以失手 導航就可以繞繞繞繞繞 到了 那你明明這邊有一條路 有時候就這樣走 就到了 就OK了 你就不用那邊繞遠路了 一樣道理啦 OK 所以工具的使用 我覺得重點在人 不是在工具 所以說那個Google地圖害我的 明明就是你拍車的 你怎麼罵Google地圖 根本不是 只是一個藉口 OK 工具也是一樣 Excel也是一樣 OK 那其他的話也像這些 Excel VBA 其實像彎書籍還滿多的 那這些書籍其實還滿長青的 可以在書架上放很久 還可以繼續賣 但是Python就不行 我看Python大概半年有效就過期了 就下架了 對不對 OK 所以其實你說熱門的東西 其實不見得可以維持很久 像我大概十年前大概都教Java 那書架上全部都Java OK 但是十年之後就通通Python了 但是在十年之後還變什麼 我也不知道 OK 不過可想而知讓趨勢下去 程式會越來越簡單 因為Python跟Java比的話 他簡直反正要寫個二、三十行的 現在只要寫兩、三行就搞定了 那很多宣告也不用 很多大瓜阿虎也不用 很多物件導向的觀念也不用 有沒有 OK 所以其實是會來越簡單 甚至以後應該會圖像化 就是像積木一樣 拼拼湊湊就有一個 所以其實程式主要還是讓你越來越減變 但是目前是還沒有那麼成熟 可是未來應該是會有 只是什麼時候出現不知道 但是當他還沒出現之前 反正你還是要想辦法 趕快把你的市營做完 這樣才有辦法出國 不然的話市營沒辦法出國 就一直很有壓力 就沒辦法說我想要請假去哪邊玩 OK 就沒辦法 那今天的話因為時間其實滿有限的 我真的也滿傷好心 所以我們待會的話就是利用一個 一個問題 然後如何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可能有點故事性 因為我本來想說 台北市已經要選舉了 那我想知道 到底柯P從104年上任到現在為止 他的切到治安到底是 治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OK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如何解決 那我希望最後有個答案 剛好因為現在有開放資料 所以開放資料其實是Big Data的一種形式 OK 但是它是一個CSV 那我可以拿它來馬上分析 最好可以馬上告訴我一個結果 這最好的 所以要怎麼做 那當然第一個 這邊會用到一些第一個函數 哪些函數可以解決 第二個的話會用到樞紐分析表 第三個會用到樞紐分析圖 OK 那只是說如果用函數片公式跟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都是圖法煉鋼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它變成VBA 就是程式 有點按鈕按下去 自動就OK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會先用人工的方式 再變成程式 所以漸進的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當然我需要 就是下載資料 那這個資料還滿好找的 第一個你只要在Google上面輸入開放資料 就會找到那個 就是我們政府的開放平台 OK 然後呢 把它下載下來 不過之後我們會把它變爬蟲 就是不用人工的方式 那因為我想知道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是說 到底歷年來 這個切斷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所以歷年嘛 所以關鍵在年 那你要看一下那個資料 有沒有年這個欄位 如果沒有 那請你把它變出來 你如果有這個欄位 那樞紐分析表就可以幫你分析 OK 沒有就沒有啦 所以第一個那怎麼樣做 第二個我想知道 台北市12區裡面 哪一區的切斷案件是最多的 歷年來 那第三個我想知道哪一條路 或者街 或者道可能是市民大道 的切斷案件發生的次數 數量是最多的 大概是三個問題好了 假設啦 OK 那我要怎麼知道答案 OK 當然第一個要DATA 第二個樞紐分析 就是函數變公式 第三個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然後我就把圖畫出來 那再把它變VBA 所以這個VBA最後可能會有五個按鈕 等一下會DEMO給各位看 其實程式都寫好了 我有講過在雲端獎益上面 你應該可以Ctrl-Ctrl-V 那我會教各位怎麼做 然後 好 其實做完大概長這樣 可以看出來 104到111年的數量 其實當然如果有時間跟數量 我會講用折線圖最簡單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大概快700到100 OK 也就是說到今年為止 的切斷案件只剩下100件 100多啦 OK 那也就是一整年裡面 假設可能他這個資料還沒有 可能到10月好了 假設300天 所以就三天才有一件 三天才有一個住宅切斷案件 那這樣應該算起來 這個治安應該是還不錯的 有沒有 從700的話 就是大概一天就兩件 到三天一件 OK 這樣應該算是不錯的 OK 所以開放之下 當然如果沒有造假的問題的話 不過理論上我還滿相信公務人員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OK 這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只是要怎麼做 OK 因為我們重點不是在這個 因為我們不是競選 我們也跟選舉無關 我們重點是在解析data這件事情 所以不要搞錯重點 我現在也沒有任何立場 請問不要太多聯想 不要說吳老師上課的時候在講政治 天啊 這帽子太大 OK 好 再來的話 另外的話 各區哪一區治安最差 其實那也可以 應該可以猜想得到 理論上應該 中山區應該是已經是 很可以聯想的 因為常常那邊嘛 林申北路啊 有沒有 還有什麼 以前還有什麼幾條通吧 條通那個 然後再來就是士林 士林啊 萬華應該也不意外啦 我反而 比較意外是萬華會怎麼排第三 啊 糟糕了 我不出來選舉了 我可能會得罪太多了 OK齁 然後其他的話 北投啦 不過比較意外是大安區為什麼會排在第五 理論上感覺大安區應該是治安還蠻好的 對 可是應該是排 比較有錢可以排 比較有 比較有 那這樣講起來就大同區治安好是因為比較窮的 沒有沒有沒有 其他一字 這個有點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常常問同學說 為什麼大同區治安這麼好 然後我一直想要大稻埕嘛 因為大同區那邊有大稻埕 不過大稻埕我是覺得他們人跟人之間的聯繫還蠻好的 不過大稻埕我是覺得他們人跟人之間的聯繫還蠻好的